看好 你不相信你这里是黑桃皮蛋老KAS 打来看看 皮蛋老KAS 对 童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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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黑桃AK皮蛋 这次记者意外摸出了一套童话顺的牌 要想赢了记者 对方必须是三张同样的牌组成的豹子 这恐怕不是心意可以做到的吧 看不看了 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去跟他谈了 好不好 你看到吧 看到我这 什么牌 三个 就把你这个黑桃童话顺干掉 如果我是个赌客的话 比如说我看到我的牌 我会觉得 我肯定等你 玩命 玩命 炸炸炸 但我没想到你还流了一个水 三个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记者不甘心 决定再试一把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见棺材 不流泪 不见黄河 心不死了 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你真想知道答案 假想知道答案 真的想知道一个答案 不要看 不能开玩笑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好 洗牌吧 好 这牌挺 你切牌吧 我切牌 切一下 随便切是吗 随便切 放在下面 我想问你 你这个牌是 你是不是你洗的 确实是我 我洗的 是你切的吗 我切的 好 打开来看看 你知道我的底盘吗 当然知道 同样的吧 跟上一局同样的 黑道皮蛋 黑道老K 黑道S 皮蛋老K S 还是同花顺 非好 对 有这么夸张吗 你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怎么跟上马一样的 是不是真的 怎么跟上马一样的 所以我叫姚剑云 您明白吗 抗病毒质感冒 明星清开灵 欢迎收看 白云山明星之药 独家冠名播出的 生活早餐好 我是阿秋 看到了吧 这人厉害吧 这洗牌的技术 那十根手指头 我怎么忙过 也忙不过来 不行 我得洗一下 洗牌嘛 很简单 是吧 不行 你看我就不行 比不过人家 而且刚才你听到 别人说的话了吧 我想你摸什么牌 就摸什么牌 一把牌 让你输个精光 才又买 够嚣张的 我们都知道 有句俗话说 十读九书 那么这位 是哪里来的自信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是哪里来的 那是哪里来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